你谈个恋爱吗那么累干嘛呀 还有 对人姑娘要上点心 我们从来都是细节看人 你要针对人上心 第一个情人节 你请人吃饭 你能把钱包拉拉 我就不信了 其次不管谁追谁 两个人在一起了 以诚相待 平等了 互相照顾 互相关照 不就这么点事吗 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回吧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就是感觉 就是说 这段感情 就是挺不容易的那一种 也不是说 想轻易放弃 然后以后 我也会说 把我的身段什么的 都尽量有可能放下来 因为就 因为天生的 天生那一种 就习惯 改白白了什么的 我也知道了 我也有错 就是老师想象你 让你做得那么完美 我也知道 老师要求你 对你挺严格 让你挺有压力的 以后我尽量改一些 改我那些 奇妙的想法 那些心理的想象 我再去要求你 老师那么完美了 亮灯吧 居然还跟人说 我要放下身段 你有什么身段啊 我习惯了 你说的意思 大概意思像这样子 你好好说 大概的意思像 这个情况这里 你好好说 那我 又矜持的 因为是女生追的 回去吧 回去吧 来 请关门啊 这是一场错位的恋爱 你觉得他们会出来吗 请开门 这 虽然结局让人觉得错愕 但是大体这就是生活 年轻人的爱情 谈了半年 真心地付出过 相爱过 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一被诗 爱情保鲜器 附老师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家里介绍了一个男生 后来我发现 我有点喜欢他了 可他却慢慢地不上心了 我觉得他是我想要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不触不交心 话不说不挑明 有的时候有一些想法 就是被面子所害死 最后呕死在心里 所以我认为 爱要勇敢说出来